行李收拾好 无论之背好 我们现在出发了 今天我们要坐着高铁去辽宁盘景 哇 从宁波坐车到盘景 高铁估计得8个小时吧 其实买高铁票比那个坐飞机还要贵呢 高铁票都得800多块钱一个人 现在我们已经到高铁站了 起的太早了 我有点未难受 正在处理 选择离开 请选择需要载用的车票和大箱凭证 这点啥 我想喝点粥的 肯德基买了一杯咖啡 配个法式什么烧饼 现在等小豆的这个 还来得及 本来说都打包了 你还在这里吃掉吧 这个小笼包也是很小 跟隔壁的差不多大小 肯德基的 肯德基的15块 6个 17块 10个小时才能到 841块钱 你坐高铁是最放松的 你们一直在那里玩电 玩手机 盘景没有飞机场 如果要坐飞机过去的话 要到锦州或者沈阳或者大连 锦州是比较近的 沈阳大连的话有200多公里呢 我想是转车也挺烦的 这不就是手抓饼吗 这不就是手抓饼吗 都感觉没有尖锁 就是手抓饼 早上的晚上 你睡了三个小时 还不能不睡 我是通宵 我你知道通宵多难受吗 我一边还剪视频 我是强忍着的 把视频剪完 我又在这里买了一个包子吃 三块钱 还有这些呢 我先买着到时候再吃 我现在吃不下 我们这趟车是到沈阳北的 对了 你们想 我这个手机电量真的不对了 我更新到iOS16了之后 我早上出来的时候80多点 现在72 差不多掉了10% 这手机千万 早点换掉了 换 我按走吧 我赶紧进火车了 你把行李箱拿进来 放到那里掉了 很麻烦 等一下吧 嗯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我们要开始睡觉的睡觉 看电视剧的看电视剧 我好开心啊 你们说 等一下你点万万的叫我 你会点万万吗 我会 我说高铁外面的万万 可以的 你叫我 رة 都是限�气的 大吃一块 吓到他睡走了 他做得忙通宵的 我们现在已经到杭州了 到澳洲了 到澳洲了 时间过了好快 我们就7点多钟了 项高铁了 然后起来一点多分 小都一直在睡觉 感觉还没睡过的感觉 我时看着电视剧 然后睡过 看着电视剧睡过 反正说 可能是中饭 我想的应该 他人睡觉要行吧 石膏体比飞机好睡多了 就是比较倒 然后前排的柜子 也比较大一点 然后这个东西弄着 头也很舒服 叫点东西吃吃 小都醒了 现在 本车列是未开通 上行马服 今天是车内工作人员 你点进去看看 他能不能 餐饮服 没有 错过了 那就没有了 没有 天津有 机子下单了 已经快到了 就是时间已经过了 后面的也都不能点吗 对 后面可能就没有好的 大的那种 好吧 我现在跑去看 还是烧饼给吃 我好像是第一次吃 就你掉了吧 已经 还好人没人 里面有个蛋 你要不要去餐厅看看 有什么吃的 算 去看吧 我刚吃一点 那个核桃仁 然后现在开始办公了 现在已经到唐山了 你看已经到这边了 应该还有两个多小时 就能到潘津北了 列车前方提车展示 前往导站 我怎么没有看到 饭盒饭的地方 有没有那个盒饭 有 是怎么样子的 有这种 有这种的 还有绑子 什么口味的 五十七口的 一个是绑子 一个是那种 这个是多少钱的 这个四十 这个五十 这个五十 给我拿一个吧 拿一个五十 就微波炉 差不多 煤了一两分钟 他让我再蒙两三分钟 该知道选这个四十 这个就是芝麻米饭 弄错了 他让我想有一种四十 有一种五十 我想的五十股肯定好一点了 原来他就是这个 这个五十 对 就是那种 你不要吃的那种方便米 然后加三杯鸡 因为我看到这个三杯鸡 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你拿起来一下 这一份五十块钱 对 就是这个呢 你们先 我看着感觉还不错 他原来是炙热米饭 他还有一种四十的 是传统的那种盒饭 是正常的米的 他是先放了米 然后再放了点调料 就是那种料理包 然后再加了点水 然后再 这个五十 我真是 我以为是那种 有一块肉 前面有一块肉 哇 有一块肉 这块肉只四十块钱 两块 两块 哎呀我真的 说的时候我就后悔了 哎 我想这五十肯定好吃一点了 这个高铁真的是 他不能这么弄啊 你现在十五的不是没有了吗 又没有了 他在制作的时候 我就后悔了 你们先弄我这种后悔的心理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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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吃 关键是他这种点餐的都点不了了 嗯 可能还可以点点肯德基啊 什么真功夫啊那种 对了 他这个是爆炸饭 还有一个酱料 忘记放了 我说怎么味道这么淡 少换一点 我们先拌一拌看看 有没有好吃一点 爆炸饭不知应该会有锅包吗 嗯 其实啊 以前我们也吃过几次在高铁上的饭 25 35的一 45也有 但是也还行 没有这么差 这个确实是我决策输了 那边先 嗯 就这个爆炸饭 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 就是同个品牌的 17块钱一份 要不还是比勉强了 别吃 我吃吧 晚上带你去吃 去吃那个盘井稻田蟹 我吃烧烤就行 嗯 没有肉了 你不行 我真吃不下了 那别吃 这个前面这个粮食浪费 不能管你 真不能管你 它就太垃圾了 它这个酱油啊 嗯 味道不重 这就是酱油拌饭 别吃了行吗 晚上带你吃点好的 这个是我之前买的 忘记喝的 放在冰箱里面 二锅头汽水 它是零糖零卡的那种 它配料里面没有加酒精那种的 它是零酒精的水 吃鲜糖醇 柠檬酸 苹果酸 什么油都没的 二锅头白煮风味的汽水 第一次喝 我看是不是有白酒味 真的有味 你给我闻一下 有 一打开来就是会有那种 肯定不会好喝 我本身就不喜欢喝白酒 我都尝尝 哇好浓 好明显 就感觉闻着就是白酒味 嗯 高度酒的味道 嗯 它这里写的是无酒精 它是怎么会产生有这种味道的 它添加了一个什么东西 会有这么香香 没有酒精的 不好喝 闻着超香 但是吃起来一点点 那种白酒味的感觉都没有 就不辣是吧 嗯 那我喝一口 喝起来没有 喝起来真的很香 我觉得现在的饮料真的做了五花八吗 它还是零糖的 加了吃鲜糖醇的那种 也不会发泡 我觉得加点冰的好喝吧 天都要黑了 收拾行李了 要不要下火车下 先负负负责检测的 嗯 有点冷啊 前面都是长衣长裤 外套 你看外套 就你 我们要先去赶紧做个核酸 啊 高铁就是准时 说好5点36分到了 就是5点36分看门 一出站的时候要做一个报备 然后再做一个核酸检测 今天外面还下雨了 肥冷 你看现在14度 还还下雨 我真的要逗死了 姐妹 我这酒店看着不错 果然叫生态酒店 这里面都是绿植 这些是真的吗 哇 这些都是真的 又在雨林一样 好累啊 我刚刚在车上晕车了 房间挺大的 进来吧 有种错觉 有种错觉 你不信 让我感觉现在在海南 我们收拾了一下 出来吃饭了 我已经吃了 对 开始进食进食了 吃点这个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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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这次活动 期不期待 期待 好 这次活动 想不想成第一 想 想不想当我们本届的 港海王 想 想 那我给大家处理 处理本届的活动的流程 看看如何才能当上 我们第二届 全民干海街的 港海王呢 刚吃满饭 我现在去前台拿一下我的隐形眼镜 我又买了一份隐形眼镜 我又忘记戴了 今天早上忙忙碌碌 还是忘记东西了 听了主持人做了明天的活动 我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有 出海捕鱼 稻田作谢 对 然后 有蟹往蒸霸餐 对 然后看日落 吃 烧烤 对 都是我们感兴趣的 对 这个酒店真的挺好看的 你没想 我走进来 我就感觉很清新 这种植物的感觉给我 它这是真的植物 对 有些植物还挺贵的 好了 回酒店休息了 今天还是没睡好